在贵州前西南的安隆县 隐藏着几座酷似埃及金字塔的山峰 就连金字塔的阶梯层次效果 也几乎完美复刻 感觉金字塔长草了 它们形成于约两亿多年前三叠季 由海洋环境下沉积的白云岩构成 由于气候地质构造变化 岩石形成过程多次中断 导致明显分层特征 白云岩具有较高抗风化性 构造硬粒使岩石产生横竖交错的裂隙 经长期融石和风化 此中形成了壮观的锥撞山体群 金字塔顶端棱角分明 线条感强烈 已然成为了路边的景点 在贵州前西南 许多地区都属于喀斯特地貌 且其风频频出现 在安隆金字塔东北的真风县 有座双乳风 被誉为天下奇观 双乳风形状颇为奇特 山体以石灰岩为主 极岩石融石性更强 这使得山体风化呈现较圆润形态 山体外形酷似女性身体部分 附近有座官风亭 亭子两侧对联 养精养气养天地 补云补物补日月 双乳风从不同的角度观看 还会出现不同的视觉效果 贵州安隆的金字塔山风 和真风双乳风 展现了大自然的奇妙力量 长期的地壳运动和沉积作用 诉说着地球的古老故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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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соответ Dana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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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